大年初一,北京春晚热闹开启,全场红红彤彤,热热闹闹的开启欢庆模式。 开场主持人中,除了张国立和北京卫视当家主持之外,还有客串主持的迪丽热巴和王源,关小彤跟刘涛合作了新春蹦巴。 但两人的造型却太low了,刘涛扮演了花神,直播给人的真实观感,是服装材质又薄,颜色又艳俗,特别是刘涛头上顶着的劣质花环。 在打光下,金光闪闪的一股廉价味道袭来,关小彤的春神造型就更差了,可能是国民闺女肤色不够白,再加上翠绿的颜色,让关小彤显得很吐气。 现场生图与精修图对比后,就能发现两幅画面的差距,精修图里,关小彤就有仙气在身,绿色的服装也不显低廉了,美颜和调色之后,绿色的对比度低了不少,不再显得香吐气了,倒有了几分清冷的质感。 但关小彤的第二套造型也不成功,水绿色的漏肩礼服与她的肤色不搭掉,简单的高扎丸子头,也让关小彤看起来很小夹子气,似乎又回到了未成年的幼质感。 相反,居静一荡晚的气质,在伴永久的妆容下显得很高贵。 蓝色旗间礼服,搭配了亮闪闪的元素,既掩盖了溜尖的曲线,又弥补了居静一的头身笔。 远景之下楚楚可怜的居静一,让人很惊艳,相约北京这首歌居静一唱得也很甜美,赛桃公主的气质,让居静一拿捏到了,表现不俗。 北京卫视的春晚大开云集,场面热闹话风喜庆,语言类节目的数量也颇多,应该在各大卫视中能够占一席之地。 晚会还在继续,小伙伴们可以继续追了。